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半夜12点左右,杨子和妈妈被一群人追走了,却不知道报酬有多高 看完之后真的很想看 没想到杨子会遭遇这样的惨剧 5月12点左右,他被从小组中除名,没有出租车 太惨了,对吧? 发生了什么? 大家好,这里是哈哈,我在讨论娱乐 今天,我们应该讨论一下为什么要在午夜左右将杨子从团队中除名 假设你喜欢他,请先关注 现在的杨子应该是个什么都知道的明星,大家都知道 虽然现在杨子的成就无人能敌,但你知道他之前的惊人经历吗? 杨子是1992年被带到这个世界的 他从小就是一个活泼开朗的性格 每次看电视剧,他都会变成一个有礼貌又通情达理的小姐姐 尤其是在看海珠格格的时候,一瞬间,他竟然平静了下来,目光定格了 看看里面的每一个人,杨子的艺人梦或许就是从那一秒开始的 杨子的爸爸也看出了杨子对演戏的热爱,所以经常带着杨子去影视基地,就是想给他一个尝试的机会 7岁那年,杨子热情细腻的人,被如此出山所倾倒 团队喜欢他,也给了他机会 团队一直称赞杨子是艺人,之后又出演了小庄秘史和大宅门 11岁的他参演电影《少女日记》,获得同牛奖最佳青春艺人 12岁时出演《家有儿女》,正是这部剧让他完全出名 杨子的炸裂是暂时的,他的安静是暂时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杨子也有被群凹的经历 就在这时,杨子和妈妈一起进了队伍 对于这个节目,他们提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尝试 他们始终如一地练习,阅读内容,并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角色中,这部剧开拍的时候,制作人半夜12点左右赶到他们的房间 并让他们知道你的工作被财主的女孩看到了,所以加快步伐考虑他 那时已经是12点多了,打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据说当时该集团给了杨子300万的片酬 杨子见妈妈惨不忍睹,笑咪咪地对妈妈说 妈妈,没关系,不是你给我们现金吗? 300万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杨子没有钱也行 他要演戏,他喜欢演戏,等杨子红了之后 让很多人知道资本有多强 从那个时候,杨子早就决定好好表现,不让别人小看他 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后来,杨子终于成功了,成为了当今最有名的明星 每个人都应该帮助杨子,不是吗? 综合考虑,我们今天应该在这里讨论 如果你喜欢他,请在备注区留言 02 成毅杨子新秀未成奇葩,人群时尚艳势不符合假设 成毅杨子主演的陈湘如饕餐已经播出,节目从开播之日起就备受关注 由于传输已经有效完成,人群的假设非常高,但他们没想到传输后假设一点点减少 无处不在并没有达到假设,他忽略了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奇特级服装秀 他没有成为路上热议的对象,也没有得到不同背景的考虑 解释通常与情节的制作有关 人群到现在都精疲力竭,对陈湘如小时的情节抗拒 播出前,节目组发布了几段预告片,有效拉动了外界的关注 从预告片来看,剧情重规重矩,点缀性一般,部分剧情预告也被遮盖了 令人吃惊的是,在节目揭开卢山真面目后,观众最难忘的倾向事实上弱点 这些过时的情节是什么原因? 比如,从舞台上蹦蹦跳跳,穿越浩劫,几条命,传说中的勇敢女人士互相用心,共享填海 等等 这些情节的人群以前曾在其他合奏戏剧中看到过他们 汤不是药,但人物和场景是独一无二的 任何想象都没有新鲜感,它有一种像咬蜡一样的味道 几乎就是这种情况 对历史长袍仙女记忆的喜迪和喜迪逐渐成为一种习惯 通过一次复制的方式,可能会诞生一幅全新的画作 虽然产量有保障,但目标市场看戏难上加难 最大的直观感受是,目标目标市场已经成长为一台无动于衷的机器 陈词烂掉的剧情无法引起共鸣,对剧情有抵抗力的人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一些游客甚至对现代历史长袍童话的记忆不感兴趣 唯一的一方面,他们现在不在与现实保持同步 另一方面,情节并不总是新鲜的 他们现在在心理上不再对艺术感到高兴 这也提醒编剧,我们要创新,不要拿等量的古董钱 陈香如碎屑已不再符合目标市场的预期 由于剧情比较古板,无法满足目标市场的新鲜感 自然,它现在将不再满足目标目标市场的期望 本来,目标目标市场的概念 他们可能会看一部从之前的仙侠剧变成独家的变装剧 其中可能会有新的和令人惊讶的事情 结局还是一样的,不想再保持期待了 我实质对这部剧有一种叛逆的心理 大多数实际的参观者已经放弃了展示 不再追求陈香木屑 当然,陈亦和杨子的狂热追剧者 现在已经不再关注新事物 而是在现实中协助他们拍打男女主的CP 此外,在这个时代 长袍剧层出不穷 如梦华路星光灿烂等 这也增加了陈香如碎屑的陈旧性 不再给户外国际带来生动的感觉 一部剧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新 目标市场现在已经没有新鲜感了 期待成本明显下降 目标目标市场显然会紧随其后 毕竟,最多的观众看剧是看剧情的 现在已经不是男主女主了 不论男女主的吸引力有多强 只要剧情不够吸引人 目标目标市场也不会再买了 因为没有达到目标市场和朋友的期待 越是期待,越是失望 这就是现实 陈香如碎屑在前期未告别铺垫 预期成本暴涨 但最终结果却继续随波逐流 大大降低了预期成本 03 在肖战通过行业的方式化作发自内心的赞誉之后 黑帮们一起破除保护 一夜出动 于正在新搜榜上称赞肖战是极品人后 黑粉们纷纷出面 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他们的不满亦可归结为两点 第一 他们认为有什么值得通过于正的方式来表扬的东西吗 这就是黑狂热分子的无知和苦机的飞跃 首先 肖战本人现在已经不再大肆宣传此事 也没有被大狂热者带上篇 但散漫的狂热者和各种娱乐博主都在大力讨论这件事 这只不过是一种吃瓜的心态 之说大约现今 并且是通过于正的方式被人夸奖是为了隐藏一些东西 谁不明白别人胡说八道的现实 这227位与王海林评分秋色 在王海林微逼评论区与王海林热血沸腾的KOL 为何王海林在写满深情的文章时却选择保持揭默 并称赞站内访问者通过公众的方式批评的明星 是不是因为卡兹兰的眼睛大而漏水 一是黑人狂热分子根本不考虑人类的一些言论被截获 认为是狂热分子利用这一事件虐待狂热分子 同时还执行了阻止一个人的理由 人电影 即将上映的那个现在已经认不出来的电影卡的话 是不是希望肖战的狂热分子炸裂 不计肖战的狂热分子有多大 他们不可能构成所有人 所以即使肖战的狂热分子不看 当然这个例子很有可能会发生 也不想让每个人都通过名字的方式来命名 现在对外的办公室的破坏性已经不复存在了 吹 毕竟这部电影的主要作用就是三位金星女星 加上现场观众超过3000万的明星 而且帮派演员的人设和名气也很出名 这让人类最好低头专心他们 观赛门票 另外 还有一些著名的部门宣传和代言 为什么要关心这个爆料 而现在的替代品已经不给引了 不在乎这些 是不是因为你对顶级明星的主持能力产生了怀疑 既然毫无疑问 用截图制造大惊小怪 会让强烈的失去自信和负责任的道德意识变得太明显 看到黑人狂热分子的多样化行为令人心碎 只是 肖战在家庭游乐方面没有存在感 只要肖战现在不再参加积极的聚会 他们可能会高潮多日 单方面宣称胜利 别管了 比狂热分子冲得快 冲着输出评价 越快越好 就这样 你说你是个路人 不关心游乐行业 喜得这么牵强 这些人绝不会理解最大的蔑视是缺乏专业知识的现实 因为事实上他们在为他或他的个人爱好群体做事是为了金钱或地位 言出必行 言出必行 个人言行举不出有利的理由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